孤獨落後 已達94.8% 日月潭大進步 連帶讓水上油氣觀光業者 沒開眼笑 因為之前水位降低的時候 整個看起來光凸凸的 水位不高 讓客人看起來 就比較沒有那個玩的進行 慢慢的在提升 客人有慢慢都在回流 水位上漲各公油碼頭扶牌 引橋及設施依序復原 預計能再度吸引遊客前來 但日月潭一達少 水上自行車道工程 卻一波三折 自行車道鋪面的一個作業 還有座椅的一個設置 可是還是要看 最近天后的一個狀況 先前受乾旱影響 自行車道沿線物料 無法透過水路運送 導致供給延宕 近來工程進入灌漿階段 又因為梅雨攪局 使得灌漿作業受影響 現在加緊趕工追上進度 麗拼端午節廉價開放 三年輕無故